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2年6月15日,星期三在拍片和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的走勢,看見是升了240點,收21308點 看見它升到5mA的位置是瘦了,現在這裏有兩個看法 第一個是它站不穩5mA,所以有機會是一個A,B,A,B,C 再轉上去 這個看法主要是因為它的STC還未落得太低,慢線還是在超賣區上 所以這個也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反彈,未必會先穿著,可能再下一次再上 但這方面也不是太過肯定的 用期貨圖看一看,期貨圖日線都是瘦了5mA,看看小視圖 現在如果調整在這個位置結束,即是20500多的位置結束 那它可能是有機會是這樣走 看見它4都回得深,但它沒有跟一重疊,所以可以這樣數 看見它是1,2,3,4,5加起來是它的1浪,做完2浪調整,再上 如果這個數法就是20500多的位置,即是這個位置,就不會再跌穿了 所以現在都比較難說是哪一個的數法,要看看美股有沒有突破 看看Patreon,Patreon分享的圖,有機會去到樂觀的 今個星期可能去到21800都有機會,主要都拉回這個extension去看 看見它日線,日線站穩了那條34mA,只能說它應該有反彈 因為它可能會反彈完再落,可以是這樣,但始終站穩了 看見它們的圖,也可能會有反彈,即是圖 看看即是圖周線圖的那支竹,因為有一個粗略的看法是 譬如說它這個星期是要收陽竹的,通常它的下影線的位置,即是開市價至最低位 因為這段的波幅都可以在上面出同樣的波幅,或者更多 所以如果將今個星期的開市價減回最低位這個波幅,將它加在上面 大概是21800的位置,所以如果用這個粗略的方法去猜 可能是21800的可能是今個星期,或者下星期都有機會 所以如果今個星期收陽竹,就未必是這樣的看法 所以都是純粹接近今個星期收陽竹 所以暫時數量方面也是,看兩小時圖 兩小時圖都是1,2,3,4,4,4又沒有和我一重疊 然後這裏是5,5就去到那條144ma,完成了5 它這個15,4,5,5,5,6,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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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看看這裏是1,4,5,6,3,6,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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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7 1,7,8,6,7,7,8,7,8,7,7,8,7,8,7,8,7,7,8 看看是上陣子數的周線圖 如果把刚刚所说的粗略方法去看,周线图的那支BAR开市价到最低位,这段波幅加上去也是差不多那些位,即是到了 上星期还未到0.5,差一点才到0.5这个比例,如果用这个位置量,明显一点,上星期还未到0.5,现在升穿了,所以0.5以上就有沽压 看看今星期收到哪些位置,如果收到0.5以上,之后去到0.618也行 好看今星期如何收到,日线方面,今天升了上去,但上线比较长 可以是这样的,1,2,3,4,5,看一看它这个位置 看到经过量度之后,日线图这个位置是接近1比1的位置,即是如果把这里的浪和后面的浪去看,就是1比1的位置 即是说如果它能够站稳定位置以上,那就会看好一点,不然它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譬如这里1,2,3,4,5,它可能至少也要做回这里的一半的调整 所以才有机会再上去,除非它站稳3360,3361这些位置 站在上面,就可以看下一个比例 看看道指的走势 它今天暂时还未收羊竹,但暂时还在呈现羊竹 即是日内在做一些反弹,看看它究竟这里是否收到羊竹 如果它是一个ABC,是行一个石浪 如果今天这枝巴收到羊竹,那是有机会见底 但也有可能是1,2,3,4,5,还差一下,才会见底 所以长线来说,这些位置就差不多,是一个相对低位 当然今天最好收羊竹 看看昨天,昨天就说到这个反弹 小时图 这个位置就像一个AB,C1,C2,C3,C4,C5 这位置就像一个AB,C1,C2,C3,C4,C5 如果是一个AB示范反弹,它要多破一次底 看到现在就破了底,破了底就有机会是一个真正的底 现在再上,这枝羊竹那么长,可能是在走 看看这里会不会是走1,2,6 开始1,2,3,4,3,4,5 如果是这样,即是这里1,2,6,就做了 这枝羊竹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 即是见底 有可能是 所以还是看日线,如果收到羊竹 应该就 起码有初步的讯号 有初步讯号 再看一看 纳指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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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指看一看日线图 同样都是呈现阳竹 如果今天收到阳竹 也叫做有初步见底信号 另外就是周线图 另外就是周线图 这里有两个量度 第一个量度就是用这个波幅去量度 也要看他今周收到哪些位置 如果今周收到1,0.382 11,499 而下周可能是 11,053 11,053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量度 除了这个量度之外 也可以 这样量度 如果这个量度 就看他今周收不收到1,1的位置 如果收到1,1的位置 如果收到1,1的位置 这个位置也有机会见底 最多下周 下周 11,14,14,14,1 以下 但是也可以不穿低位 因此下周 有支持 下周收阳竹 开始有些讯息 所以两个量度 也要看着 比例位 今天要收羊粥就会好一点,再看看黄金走势 看看黄金走势,看到日线,这里走一个WHY的挑战浪 接着有机会是开始1,2,3,这个是1,这里是一个复杂的2 它走一个WHYSZ,三重的调整都完成了,因为调整浪最多都是三浸 做完了,它也能收到Retracement的比例 看到它收到Retracement的0.764 站得稳,有机会是2浪完了,开始3浪 是否三浪当然要看1比1的位置 站得稳,1比1才可以去1.618 所以现在看着189的位置,即是这个位置 如果上到去有机会可以找的,看193,1940那些位置 所以现在黄金方面也是比较看好的 看一看原油的走势 看到原油就冲了一下,就叫做121的位置 但也没有升穿出之前的顶 如果没有升穿又收回音速,那上面似乎 都是沽压比较重 如果看看周线,它是去到一个比例的 它是去到0.764的比例 即是它跌下去之后,它反弹了0.764 所以这个阻值太平均,所以1977 1977,1977的位置以上是有固滑的 但它又回落到上到比例,即是0.618 也有些支持,而这位置夹在比例里 看它站哪一边,如果站得到上面 应该有机会有机会破这位置 有機會破128元那些位置,但如果站不到上面,反而是收在下面,就有可能去110元那些位置 所以現在就是夾在中間,夾在中間就比較難說最後會站在哪邊 可能要等它碰一些MA,例如4小時圖,在這個MA以下就看好,有機會轉上 或者一些阻力位,它收穿到可以看好,就是小時圖,這裡有一個阻力位 如果收穿在上面,也可以轉回看好,看看美元指數 看看美元指數的月線圖,那個量度,看到就升穿了,這樣升穿就會有固滑 看到月線圖的1比1量度,到了位置,這個1805.19那些位置 看到一升穿了就馬上回,所以也有機會是沿了一層浪 美元指數,有機會開始過A,B,C的一個走勢 所以比較好處的位置就是105.2,這個比例以上 看淡,就比較好處的,只要它沒有收穿在上面,也可以跌到對上的比例 先看回101.39這條比例 那些位置,這條比例,那些位置是屬於同一個浪 所以如果它完成了一組浪,它可能會四差 這樣就差,即是美元指數走勢,這樣就會差 這一點就可能會有利股市,或者是黃金,這樣 那都是,暫時走勢都是看淡的,美元指數 那今天這條片就拍到這裡了,喜歡可以給個讚,訂閱,Youtube 可以訂閱,也歡迎分享給朋友看,也可以考慮 放回Youtube的會員,或者Patreon的會員,那我們明天再見,拜拜 我們明天再見